你是不是不完結 你是不是不完結 粉衣男子在火車月台上大聲嚷嚷 粉衣男子受害拿著一支煙 不斷逼近台鐵站務人員 男子情勢越來越激動 甚至拉開袖子 把肚子衣服眼捲了起來 粉衣男子脫掉上衣 也把米奇背包甩掉 打了胸膛一下 向台鐵站務人員挑釁 這發生在台中火車站 17號早上10點20分左右 證明52歲的粉衣男子 在月台上抽菸 被台鐵站務人員制止 沒想到男子不聽勸反而吵 站務人員大吼 是不是要完結 甚至當眾脫上衣 不斷揮舞雙手 眼瞅 防波大概兩三次 他都沒有理會 我回去勸他 就總共沒聽到 然後就開始好像有點 就是跟小燈球 生氣啊 人家三次 就是警察都沒有上來 我想說奇怪 這月台不是都有警察 粉衣男子 違規在月台上抽菸 還推帳戶人員 嚇壞不少人 目警旅客也表示 男子的情緒 真的很激動 狂推帳戶人員 雖然旁邊 有一名女帳戶員 伸手順阻 但整個過程 就在月台旁 很擔心有人 跌進軌道 非常危險 他違反戰車 繼續跟他 解除冤重期間 帳戶員也表示 不願意 向這名男性旅客 做追究或提到的動作 警方說 台中火車站 暫去都是禁止抽菸的區域 後續將調閱相關市政 以菸害防治法規定 韓宋台中市衛生局裁處 最高可罰一萬元的罰款 呼籲遵守規定 不要讓自己的脫序行為 吃上罰則 動作的新聞 馬來順利中 現今的聖領宣台中報導